老夫人病的时候 还不忘每日地问几遍少夫人 可见对少夫人的关切 李妈妈道 奴婢瞧着呀 少夫人是个有福气的呢 定然不会出差错 老夫人就叹了口气 唉 也难为她了 天赶在了这时候 这以后的日子呀 只怕是更加难熬 李妈妈坐在床边 轻轻地给老夫人揉腿 说得是呢 奴婢想着都着急呢 这天气呀 是越来越冷下来 少夫人身子也渐渐地笨重了 老夫人转头看向窗子 我记得呀 我怀虫里的时候 也是冬天开始身子笨重的 只是我喜欢打兵 身上有晕也闲不住 就偷偷地去画园里划 结果还真的给甩倒了 这肚子里的孩子呀 差点就出了事 说到这里 眼角司是带了一层冰 崇利没的时候 我这个做母亲的 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皇上封崇利为安国贡 没想到 这最终也是要拿崇利的性命去安国 一转眼 崇利没了这么多年 皇上的心事还没有完全地放下 皇上宁愿选毛家人为尽神之臣 也不选明锐 可见还是对明锐有疑心 明锐这些年已经做得够好了 现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再瞻前顾后了 皇上的顾虑是因我而起 我也要想办法地除掉皇上的疑虑 原本我以为 就算皇上迁怒我和明锐 还有崇利一家在 可现在看来 崇利一家即便是留下 也是无用的 李妈妈手一抖 老夫人的意思是 薛老夫人叹口气 唉 成败就这一条路了 我们薛家没得选 就算是骨肉亲情 该舍弃的时候 就要拿来舍弃 他医院两位御医看了卖相 又开了几剂汤药 这才从内室里出来 荣华躺在床上 身上盖着芙蓉锦缎被 脚下放了两个汤婆子 服侍的人沾了一屋子 薛明锐一直沉着脸 屋子里的丫鬟婆子 更是话都不敢说一句 屋子里竟记得 落针可闻 不一会儿 春瑶进来道 二太太来了 薛明锐淡淡地吩咐 少夫人身子还难受着呢 请二太太在外面听消息 也就是说 要二太太在外面等 不准走 现在天气刚刚地凉下来 外面屋子里 拢得火炭并不忘 二太太到她房里来闹 就是想要外面的人知晓 薛家掌房和二房 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这样一来 是不是也算合了 二太太的心意 只是揣着忐忑的心情 等在外面 一定不会好过 二太太用长辈的身份来压她 也该尽尽长辈的责任 长辈之所以让人尊敬 除了身份 还要像老夫人一样 和蔼慈祥 懂得关切小辈 二太太这个长辈 要做就得做得周全 既然二太太已经在外面 薛明锐也该笑笑气了 屋子里几个小丫鬟 已经被吓得是偷偷地抹眼泪 荣华软软地眼神去看薛明锐 薛明锐深沉的目光 终于略微地柔和起来 荣华几乎能听到春瑶锦绣几个 长长地松了口气 等到屋子里的人都退了下去 荣华起身靠在影枕上 对面的矮桌上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 从镜子里 荣华看到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着 这个屋里只有她不怕薛明锐 冷着脸的模样 可是她却没发觉 从几何时 她不只是不怕 心中还有欢喜 那种暖暖的愉悦 从她的心底一直传到脸上 不知不觉地在她的身边露出笑容 大家都在担心她 她却在笑 荣华想着脸颊陡然地热起来 比起刚才紧迫的局面 现在屋子里有着清静的安宁 樊老爷怎么样了 樊家和夏家的事才开始 樊家现在已经找上门来 又有了镇国将军夫人在旁边佐证 薛明锐插手樊家的事 不过是因为樊家的托付 和整件事没有其他的关联 她将樊大太太挡在门外 非要等到镇国将军夫人 将樊大太太引进雪家 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明锐插手才会显得更加的顺理成章 薛明锐将荣华抱进怀里 伸出手握住荣华的指尖 点头道 我去的时候呢 樊大人正准备喝毒酒 我已经将樊大人劝住了 当时的局势一定是非常紧迫 她看似从容不迫地 等周夫人带樊大太太的上门 其实心里也是十分地着急 生怕会来不及 好在一切顺利 荣华将樊大太太攥着药瓶这时说了 她真是没想到 这樊家人会有这样的决心 也唯有这个法子 才能引起朝廷的注意 众王争夺储位 朝廷上结党营私 为了储位 什么都可以被牺牲掉 何况一个小小的樊家 樊家除了用几条命去争取 没有别的方法 想想都让人觉得悲哀 薛敏锐道 既然我帮了樊家的忙 一会儿就会有消息送进府里 荣华点点头 二太太也就不用再费心思地 让人私处打听了 正好在这里听个清清楚楚 人妈妈向小丫鬟打听完消息 就回来禀告二太太 少夫人吃了药 还是觉得肚子疼 二太太顿时就咬起牙来 既然吃了药 怎么还不见好转 要么是荣华太过娇气 要么就是荣华故意地不松口 让他在这里等着 陶荣华以为他就只能坐在这里 任他们摆布 哼 薛敏锐必定只是个黄毛小子 就算生气 还能将他怎么样 二太太冷笑一声 他就是要进那室看一看 陶荣华到底是不是在装病 二太太刚摆好一副担忧的表情 正要起身 任妈妈扣上前来道 奴婢听说 樊家人的折子已经写好了 二太太顿时一惊 薛敏锐插手了樊家的事 所以才这样快地得到消息 平日里她让人来掌房打听消息 就总也打听不到 没想到这一次倒是不费力气 二太太立即就来了精神 身上的寒冷也能暂时地忍受了 还打听到什么 任妈妈道 没有别的了 要不然我再去听跳 二太太点点头 不管是什么事 都要仔仔细细地听了 然后来告诉我 现在老爷养病在家 打听来的事不一定会比明瑞多 况且明瑞是站在樊家这一边 樊家的动作 就会知晓得更多些 二太太重新踏踏实实地坐下来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任妈妈又急急忙忙地进了屋 侯爷说 樊家未求稳妥 不会随便地递折子 樊老爷和几个阎官已经说好了 明日几个阎官一起在早朝上 联名地参奏下架 二太太眼睛一亮 看向任妈妈 任妈妈接着道 侯爷说 皇上是最厌恶盈晦之事 尤其是这些年 勋归子弟盈晦成风 只要将事情说清楚 皇上必定会深究下架 明日早朝是关键时刻 只要能想办法堵住几个阎官的嘴 二太太顿时就欣喜起来 知晓樊家要怎么做 想要对付就容易了 任妈妈的话已经说完了 二太太却依旧是意犹未尽 她想要站起身 却觉得腰上一酸 双腿也有些针刺般的疼痛 她不由地哀腰一声 任妈妈就忙上前搀扶 担忧地道 太太进屋看看少夫人吧 若是少夫人没有大碍 我们就回去 不行 如果这样的回去了 就再也打听不到有用的消息 二太太咬着牙坐下来 你再去听听 还有没有别的话了 这时候最要紧的是 夏家和凡家的事 一时的疼痛 她尚能忍受 任妈妈走了一会儿 二太太在屋子里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薛敏锐在朝廷上 办过几次答案 向来是心思缜密 这一次也不知道 到底给凡家想了什么法子 万一牵连广了 会不会牵连到人家 若是人家不小心陷了进去 那她借着人家和夏家联姻 会不会也 二太太正胡乱想着 耳边就传来三太太四太太的声音 荣华怎么样了 御医的药吃下去 怎么还不见好 二太太抬头一看 三太太和四太太 边说话就边进了屋 两个人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二太太 脸上锯是一正 二嫂也在 二太太勉强神情自若 荣华不舒服 我就过来瞧瞧 荣华到底是为什么不舒服 府里已经传开了 二太太在南院大闹了一场 荣华身子就不舒服了 侯爷回来 立即让人请了御医 三太太心里冷笑 她就是要过来瞧瞧 二嫂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春瑶从内室里出来 三太太四太太 忙上前去问 春瑶道 正在歇着呢 侯爷拍在里面 御医说 让少夫人敬仰 一句敬仰 就将人都挡在了外面 三太太有些不甘心 这时候不窥探些消息 等到事出再准备 恐怕就来不及了 偏偏荣华躲在里面 谁也不见 明瑞不在家里也就罢了 现在明瑞陪着荣华 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四太太掀开了口 难为荣华了 说着就看向春瑶 跟侯爷和少夫人说说 若是有什么事 就吩咐人去前面找我们 让少夫人好好地歇着吧 明天我再来看她 春瑶应了一声 三太太也只好 闪闪地缩回头 那我们就回去吧 说完话 她眼睛一亮 就看向二太太 二嫂也和我们一起走 二太太脸上一僵 我还是等一会儿吧 她们毕竟年轻 若是有什么不妥当的 我也好帮衬着 三太太和四太太对视一言 一起结伴出了门 刚出了南院 走到僻静处 三太太让身边的丫鬟 走得远了些 这才低声地问四太太 看出什么来了 四太太茫然地摇摇头 二嫂在这里 也许是怕真的伤了荣华 不好交代 三太太轻笑一声 哼 不只是这个呢 二嫂是什么样的人 做事是再技巧不过 这一次能大张旗鼓地 在南院闹一场 就是早就想好了退路 四太太听三太太说话里有话 三嫂的意思是 三太太将四太太一把拉住 走到假生事的后面 你和荣华的关系好 等这件事过了 你悄悄地问问荣华的意思 四太太不明就理 三太太道 我们不是长房 有些事必须要有个准备 否则这将来说不定要如何 四太太心里一动 自是想到了什么 定定地去看三太太 三太太嘴一开一合 分家 四太太听的这两个字 会顿时一软 若真的是要分家 老爷不过是个庶处 将来要怎么办才好 四太太半赏 猜到 荣华不会的 三太太轻笑一声 那可不一定呢 只要出道利益 谁还管我们的死活 三太太四太太 从荣华的院子里离开 二太太趁机就将仁妈妈叫到身边 去我房里将我的披风取过来 仁妈妈立即就明白二太太的意思 二太太这是要她送消息回去 仁妈妈点点头 压低声音道 我听到侯爷说到人家了 说世子爷 平日的作风也不堪 这一次 说不得要一起被揭发出来 二太太一颗心顿时要跳出嗓子眼 和她猜想的一样 凡家的事弄不好就要烧到人家 明锐做事向来是又狠又绝 不会顾念任何人 二太太让仁妈妈搀扶着站在穿堂上 这才覆到仁妈妈的耳边 你和老爷说 这件事非同小可 让老爷将消息送出去 也好让亲家有个准备 眼看着任妈妈出了门 二太太重新坐回椅子上 只要想到整件事一触即发 就难免心惊入跳 脚底似有一股凉气 顺着脚心窜上来 一直凉到头顶 任妈妈这边向薛崇玉 将听来的话说了一遍 然后舒了口气 哎呀 侯爷那边看得眼 奴婢也是想好了借口 这才能回来的 二太太的意思 是要老爷快些拿个主意 薛崇玉早已经从床上坐起 任妈妈弯腰拿起靴子 又服侍薛崇玉穿了 这时候只能将消息送出去 现在朝堂上 大多朝官都会看着 庄亲王的意思行事 只要提前将一切布置好 凡家的事也就会一带而过 朝廷正是多事之秋 南方栽荒 边疆动荡 皇上还顾不过来呢 怎么会注意这么一件小事呢 明锐如今是休养在家 不能上朝 这件事就更加好办了 薛崇玉匆匆忙忙去前面叫了贴身的小丝 又写了一封信函 让那小丝直接送去常宁伯府 一切安排妥的 薛崇玉露出个满意的笑容 常宁伯将薛崇玉的书信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然后扔在炭盘里烧了 书信烧起一团火 将常宁伯的脸色映照得是越来越阴沉 姚华从外面端了茶进屋 刚撩开侧室的帘子 只听啪的一声响 常宁伯一掌就拍在桌子上 竖起眉毛看人言缝 我早就让你收敛 你偏不肯听 现在好了 这件事要是传扬出去 你让人家的脸面摆在哪里啊 姚华跨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 转身将茶水交给丫鬟 然后轻轻地将隔上关上 屋子里已经传来人言缝辩驳的声音 不过是一件小事 父亲何必打动干活呢 再说 查起来也是没有凭据的 儿子不曾在外面做什么荒唐事 常宁伯冷笑一声 哼 你在外面做过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从前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斤夏家出了事 你收敛这些 将府里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趁早给我扔出去 不过就是几何春玩 谁府里还能没有一些 这些东西 他可舍不得丢掉 那是他的财路 想到这里 任阎凤就笑起来 父亲是为五木猴吓坏了 就算是五木猴帮着樊家 那又能怎么样 五木猴不过是个普通人 又没有三头六臂的 现在休养在家 连朝也不能上 朝中的阎官有谁是真的硬骨头呢 只要威吓几句 他们就不敢随便说话了 父亲只要和庄亲王爷说一声 必然就能解决了 到时候 夏家 秋家 毛家 还不是要念庄亲王的好 五木猴这样一来 可是帮了我们大忙 常宁伯思量了片刻 任阎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任阎凤接着道 皇上现在最关切边疆的战情了 明日只要我们的人开了这个头 皇上哪里还能顾得上别的 皇上